他怎么就装进那X里面去 那肯定拉死 不拉死怎么装进去 拉死的话那也不可能突然就蹦起来 那巧合 刚才有巧合 讲一时我还没想到 上个厕所竟然如此危险 视频中的男子快要笑出猪声 据他介绍 自己的好友黄善哥本来正在上厕所 不料却被黄善偷袭趁虚而入 其实这个黄善本来是他买来吃的 谁知一个不小心 黄善不仅跑进了下水道 还趁黄善哥一个不注意 一跃而起 成功和朋友合二为一 咱就是说剧本都不敢这么写 而复仇成功的黄善也没闲着 穿破长道一直钻进了腹枪 要命的是这条黄善体型巨大 大概有半斤 直径更是高达两三厘米这么粗 这小东西可给黄善哥折腾的不轻 当朋友来到医院的时候 那真的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可能有三四十公分长的一个 后面认为是这个扇椅 就是已经在腹枪里面 完全在腹枪 当时我们还担心那是河的 后面后面我们仔细仔细拿出来 估计已经应该是死了 医生在了解情况后 立即给黄善哥做了腹枪检查 检查的结果让周围的医生大为震惊 这条黄善已经从职场进入结场 用咬破结场进入了腹枪 情况十分危险 见此情况医生们赶紧对黄善哥进行手术 二十多厘米长的黄善给它去出来 医生简直为黄善哥捏了一把汗 要知道它体型内的黄善极大 长达二十多厘米 足足有半斤重 要是稍微来晚一点 大肠内的分泌物细菌粪便 就会随着这条黄善来到腹枪 如果里面的毒素被吸收了 整个人就会形成容血症 到那个时候 朋友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好在经过急救 黄善哥的病情已经稳定 可那么大条黄善 究竟是如何进入黄善哥的体内呢 难道真的像朋友所说 是黄善先动的手吗 那么问题来了 一条黄善真的能够如此精准的瞄准偷袭吗 这怕不是成精了吧 要说是巧合也着实有点牵强了吧 医生表示 果然黄善哥在病情稳定后 还是对医生交代了真实情况 要说黄善哥真不愧是个狠人啊 因为自己患有严重的便秘 因此特意在老家寻找偏方 据说将黄善放进自己的肠子里 就能利用他外表浓稠的粘液 帮助自己肠道蠕动 咱就是说这么离谱的事谁信 哎咱们的黄善哥就信了 于是真的按照偏方照做了 谁知刚动手黄善就失去了控制 后来更是因为自己手滑 黄善就彻底放飞了自我 你就说说这场面多射死 自知丢人的黄善哥也不好意思承认 这下给医生编了个故事 可医生也不是吃素的 还能看不出黄善哥的小九九 好在这次是有惊无险 不然此次黄善哥早就凉凉了 民间的偏方千千万 但要说靠谱的却是少之又少 我们对偏方一定要谨慎对待 最好查明科学依据在使用 就说今天的黄善哥吧 只要是再晚一点去医院 那还能有命吗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 还是去正规医院治疗 遵循医主 你们觉得呢